哈囉大家好歡迎來到股票魔法學堂 我是你們的講師維中不解釋 今天我們要來跟大家分享的名詞叫做 股息又稱為股利或者是紅利 指的就是股份公司將部分的獲利發回給股東的金額 這個是屬於股東投資公司的其中一個收益 公司回饋給投資人的報酬 一般來說公司會公開當年度的 除全息交易日期以及股息發放日 那股息只會發給 在除全息交易日前一日就持有股票 並且持有到股息發放日當日的投資人 也因為公司把利潤發給股東 所以公司的盈餘自然就會減少 在投資人領到股息當天 股價會依照股息的多寡而下跌 股息在台灣通常一年發一次 而在美國有許多公司都會是 既配息都一年你會領到四次股息 想要領股息的投資朋友可以多多的注意 股息分成兩種方式發放 分別是現金鼓勵還有股票鼓勵 我們可以來看看這個例子 假設今天有AB兩間公司 都是要發放一塊錢的股息給股東 那剛好我們手上都持有這兩間公司 1000股的股票 那這個時候 A公司的董事會決定以現金鼓勵配發 那我們可以得到的股息有多少呢 有1000元的現金鼓勵 而B公司選擇以股票鼓勵的方式發放 那我們就可以得到1000除以股票面額的股票鼓勵 也就是說假設B公司的股票面額為50塊 那我們就可以得到1000除以50就是20股囉 所以你持有的股票總數就會變成1020股 當我們領到配息啊 記得不要馬上把它花掉 如果你是用美國的券商投資美股 這個時候我們可以設定股息自動再投入計畫 英文叫做DRIP 這個就是你把領到的現金鼓勵 自動化的幫投資人投入市場買入股票 假設我們持有一股10美元的C股票 當發放股息的時候收到了現金股息為25美元 這個時候呢 如果你有加入股息自動再投入計畫 券商他會幫我們自動再買入2.5股的C股票 我完全不用在自己的下單 同時也不用手續費 99是我們手上持有的C股票也會越來越多 讓這些小小的資金透過長期累積來創造複利 雖然現階段你到的股息可能還不足以支撐日常開銷 不過時間久了在複利的加持下 可能就會變成一筆穩定的被動收入 可以讓你去達成你要的夢想 或者是可以讓你提早退休喔 你有設定股息自動再投入嗎 或者是你有買什麼穩定配息的好股票呢 都在下方留言讓我知道 那如果你還想知道什麼有關股票的名詞解釋 也可以留言讓我知道喔 那我們今天的課就到這邊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